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用一棵最好最大的树来建造我的新宫殿 遵命 森林里最高的树到底在哪儿呢 啊 这棵树高壮挺拔 连天空都遮挡住了 我现在就向国王报告 国王陛下 我们已经找到您要的树 很好很好啊 看来我美丽的宫殿 很快就有着落了 我要休息了 你们都退下吧 尊敬的国王陛下 我是树神 那棵大树就是我 您没砍一幅我就痛苦 还会令我死亡 希望您手下留情 哼 既然我是国王 我的皇宫就必须要用最好的树来建造 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棵树给我砍下来 哎 如果陛下一定要砍 希望国王可以叫陈子爬到树的最上面 逐渐往下 一支一支 一截一截的砍 树神啊树神 我看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啊 这样不是比一次从树根处砍下 更令你痛苦吗 您说的不错 这样一来 我会更加痛苦 但是 如果一次就砍倒 将会压坏周围的小树 小树 是的 如果小树被压坏 很多小鸟和昆虫也都会失去住所 哦 原来是这样 所以 就请您一块一块地看 恳请您 一定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请求 再见 原来是在做梦 那个树神 宁愿自己爱数百次的痛苦 却不要旁边的小树和动物受苦 这是多么勇敢和仁慈啊 相反的 我已经拥有这么雄伟的宫殿 却还贪心不足 只为了自己个人的享受 就要砍倒高大的树 而完全不顾他们的感受 我岂不是太自私了 来人呐 请陛下吩咐 新宫殿不造了 我也不要砍那棵树了 遵命陛下 从那天起 国王变成一位仁慈公正的统治者 再也不会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了 人与自然 和谐共存 善待自然 必得福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